北京时间12月28日,胡仁队进行训练,北战明天,对火箭的比赛。胡仁官方,晒出训练后,大家聚在一起加油的特写,配文,和为一体,五连拜后的胡仁,需要打打气。训练结束后,魏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谈到了自己的打球风格问题。 训练媒上,勇士的追梦格林,也对唐斯评价了魏绍,追求数据的言论,做出回应。谈到自己未来的打球风格时,魏绍表示,没人比他更清楚,让拉斯魏绍,成为拉斯这句话的含义。 我将只专注于,继续保持自己多年以来的风格,不会在意别人认为,我该怎么打球的言论和看法,魏绍说道。 有记者问他,如何在个人进攻,和组织队友之间,进行抉择时,魏绍的回应是,我已经听够了别人希望我该做什么,以及他们认为,我该做什么。 魏绍的意思很明白,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打球风格,无论外界对此,有怎样的负面评论。 他还说,坦白说,我认为自己一直很好,我想,人们总是期待我打出25分15篮板,15助攻这样的数据,这不是什么平常数据,这不是一个人,能一直做到的事。 我知道,我过去五年做到过,但这不是稀松平常的事。 菲兹戴尔,也力挺魏绍,认为魏绍,虽然上场命中率不高,但目前的打法,就是他希望看到的。 对于魏绍来说,最近糟心的是不少,但好消息是科里森,加猛胡人。 两人是大学的队友,谈到科里森,魏绍说,很开心,看到他能重回NBA,他是我的好友,能在更衣室里,再次看到他,实在是太好了。 就在昨天,唐斯在一次连线节目中,曾说过这么一番话,他绝对能拿到数据,他也追求数据,但我仍然认为,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。 你知道,要拿到一次三双,有多难,他打球非常努力。 我只是觉得,他有时候打得太快了,他尝试做得太多了。 要信任你的队友们。 唐斯的这番话,承认魏绍,是数据刷子。 每每转发这一言论时,用时的格林回应道,因为我们打包了森林郎,我曾在板凳上,看到唐斯,在比赛最后两分钟,落后二十分时,还留在场上。 拜托兄弟,别再和大家谈论兄弟,然后大喊,这是兄弟型。 格林显然不满唐斯说微少追求数据的言论,因为在格林看来,唐斯自己,就是数据刷子。 大家怎么看? 欢迎留言,发表间接。